你还在傻傻的学小提琴吗?学琴的终极意义你知道吗?小提琴作为最难驾驭的乐器之一,学琴成本高,周期长为什么很多人仍然坚持学?学琴的意义和在学习小提琴的意义,已得到多项权威科研和教育专家的认定,相关研究和统计数据支持其益处,以下是一些关键点和研究成果。 一,认知发展研究表明学习乐器包括小提琴,可以提升儿童的认知能力例如,一项由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的研究发现,学习乐器的儿童在数学、语言能力和空间推理能力方面表现更佳。 另一项由哈佛大学进行的研究指出,学习乐器与大脑的结构变化有关,尤其在听觉处理和运动技能方面二,社交与情感技能。 音乐教育被认为能够提高社交能力和情感智力,研究显示参与音乐活动的学生,在团队合作和人际交往能力方面表现更佳。 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参与音乐学习的青少年,在自尊心和情绪管理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 三,学业表现,一项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发现,学习乐器的学生,在学业上普遍表现优于为学习乐器的同龄人,尤其是在阅读和数学测试中。 四,长期益处,研究还表明,音乐学习对成年后的职业发展和创造力有积极影响,学习乐器的人在职场中往往具备更强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心理健康,音乐教育被发现与心理健康的改善有关,包括减少焦虑和抑郁症状。 许多研究指出,学习乐器,可以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和压力释放的方式。 六,权威机构的认可美国国家艺术教育协会和其他教育机构已将音乐教育列为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其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结论。 学习小提琴不仅仅是掌握一项技能,更是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 尽管学习过程中可能面临诸多挑战,但其带来的长期益处包括心理素质的提升、审美能力的增强、社交能力的培养等都是非常宝贵的。 在AI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学习小提琴等艺术类技能可以帮助青少年培养独特的创造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是AI无法完全取代的软技能。 音乐教育能够激发创新思维,培养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帮助青少年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多变环境。 音乐教育能夹